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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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球 射门 滑行 射门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冰球是冬季奥运会的 主要比赛项目之一 接下来跟随着我们 一起到比赛场地 请看一看吧 滑行 运球 传球 一 二 击球 一 二 击球 射门 传球 传球 射门 一 二 几 一 三 几 一起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嘉莉老师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吧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你们看到什么了? 一只章鱼 哦,小朋友们看到了章鱼 那这只章鱼是什么颜色的呢? 橙色的 哦,看到了一只橘色的章鱼 那章鱼先生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照相机 哦,章鱼先生拿了一个照相机 那今天嘉莉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名字叫做章鱼先生去拍照 今天章鱼先生准备去拍照 章鱼先生走呀走 遇见了第一位小朋友 那这位小朋友是谁呢? 小狗 哦,碰到的第一位朋友是小狗 章鱼先生走上前说 小狗,小狗,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 小狗说 嗯,好吧 于是章鱼先生要开始拍照了 一,二,三,咔嚓 哎,我们来看看照片吧 这张照片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只拍到了小狗的手 哦,章鱼先生只拍到了小狗的手 那章鱼先生又继续往前走了 哎,他这回碰见谁了? 章鱼先生碰到了鸵鸟 他走上前对鸵鸟说 鸵鸟,鸵鸟 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 鸵鸟说 当然可以啦 那鸵鸟摆好了姿势 一,二,三,咔嚓 我们来看看章鱼先生给鸵鸟拍的照片吧 哦,这次呀 章鱼先生只拍到了鸵鸟的脚 章鱼先生继续向前走 碰到了两只小兔子 他赶快走上前说 小兔子,小兔子 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 小兔子开心地说 好呀,好呀 一,二,三,咔嚓 来看看章鱼先生给小兔子拍的照片吧 哦,他只拍到了小兔子的耳朵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看章鱼先生还要给谁拍照呢 大猩猩 没错,是一只大猩猩 那章鱼先生准备要给大猩猩拍照了 大猩猩已经摆好了姿势 一,二,三 咔嚓 诶,章鱼先生只拍到了大猩猩的头顶 这个时候章鱼先生想 我帮好朋友已经拍了很多照片了 那谁能帮我拍张照片呢? 哇,好朋友们都来了 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想帮章鱼先生拍照 那就一人帮章鱼先生拍一张吧 章鱼先生说 我可是会摆出很多造型哦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一起来帮章鱼先生拍照吧 一,二,三 咔嚓 哇,原来章鱼先生可以摆出这么多可爱的造型啊 那,小朋友们 你们拍照的时候会摆什么造型呢? 今天的这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朋友们,再见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咕东信仙 嗨,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铃铃铃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铃铃 铃铃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 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 好的,铃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石翁凡 我喜欢跳舞 也爱做手工 还有做美食 我帮不帮呀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 点击关注智慧术 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哦 好的,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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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